六四屠殺到底死了多少人? 中共一直都在掩蓋大屠殺的真相 人們似乎永遠都無法知道真實的數字 在1989年6月30日 中共人大常委會上 時任北京市市長陳希彤報告說 有3000多名非軍人受傷 200多人死亡 包括36名大學生 而中共紅十字會在6月4日清晨公布的 醫院統計死亡數字大約2700人 2014年6月 香港一週刊在翻查 當年美國白宮的機密檔案中 發現華府曾透露過中方戒嚴部隊的線人 據悉一份中南海內部文件 一週刊取得了這份2000多頁的文件 1989年6月16日 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收到中方戒嚴部隊線人的一份報告 報告引述了一份聲稱是中共官方內部的文件 提到6月3日到4日 在天安門以及長安街有8726人被殺 6月3日到9日在天安門以外的北京城有1728人被殺 合計一共是1454人被殺 受傷人數則為28796人 真相掩不住 終於有一天會大白於天下 有一份由清場部隊內部傳出的文件 顯示了非常具體的死亡人數和地址 其中學生10974人 普通人員7992人 無法確認身份的人員11865人 其中應該是包括農民 公安 便衣 教師和外國人 軍人被殺113人 軍內誤殺197人 如果這種統計方式還不夠明確的話 以地址統計的人數顯示 大會堂一冊3569人 博物館一冊5781人 紀念碑南冊2544人 紀念碑北冊4633人 長安街9531人 金水橋289人 武門812人 西丹至新華門389人 大會堂北冊271人 南長安街到南池子大街933人 還有逃進住宅區就地槍決的1918人 醫院837人 所有地點合計人數是31978人 這個數字是迄今為止 最詳細和最多的死亡人數 每年都有六四 年復一年 對中國人來說 六四的最大意義就是還原真相 讓每一個中國人了解真相 我們不需要煽動什麼 我們只需要告訴每一個中國人 真相是什麼 我相信啊 當中共殘酷迫害中國人的每一個真相 都不被掩蓋 人們都能夠了解到真相的時候 人性的善會被喚醒 人們會選擇告別那個邪惡的政權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一直在努力地傳播真相 沒有 人們是在努力地傳播真相